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218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乔安 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 黄廷禅创办人 也是钟领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 张庆祥张讲师 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 我也要代表所有的听众 所有的学员 来跟讲师您拜年哦 进入讲师您新的一年 平安喜年来 也祝各位听众新年快乐 是是是 今天刚好 应该就是我们除夕的当天 真的 大家都是可能都已经回到老家了 不然就是小朋友啦 也都回到爸妈的身边 或者是带着那个小朋友回到爷爷奶奶身边哦 祝福大家都是一年的平安喜乐 那么因为我们在前两集呢 讲师呢 有在这个节目当中 告诉了我们说 在过年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礼节 的确听完以后才发现 我们对于这个礼哦 真的懂得太少太少了 那么也因为这样呢 有一些听众朋友 他有更细腻的一些提问哦 要请讲师来帮我们回答一下 比如说 这位听众朋友他就说 我也很想要过一个很有意义的年哦 但是真的太多礼节我都不懂 想请问讲师 假设同辈分的哥哥姐姐 比如说表哥表姐 堂哥堂姐啊 在这个过年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要专程的去到 他们的家里给他们拜年 有需要这么做吗 这个血缘关系的 虽然是旁系哦 但是堂兄堂姐算是 血缘关系还很近的了 是 因为是同一个爷爷嘛 对不对 对 那不要说堂兄堂姐啊 就是一般的亲戚朋友 或者是邻居啊 街坊的人啊 也要趁着这个过年的时候啊 到他们左右邻居那里 穿穿门子 大家热络热络啦 是 那因为现在的工商业社会哦 说实在话 有时候会感叹就是 即使你住在同一栋大楼 说不定你连同一层楼 可能有四户 你甚至连其他几户 只有偶尔在电梯碰面打个招呼 其他也没有 多聊两句都没有 对 像这种时刻呢 就是应该要怎么样 就是跟左右邻居啊 拜脸 穿穿门子啊 啊 蒋师兄讲到这里 我想到我要怎么去跟人家按电影 然后突然那时候 我跟你拜个年 对对 这个是很正常的啊 古人要去拜脸 也是要穿门子 也是这样啊 专程还提着礼物去 这很正常嘛 不过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你既然是住在同一栋大楼 还是同一只电梯 对不对 是 其实平常就应该要培养 有一点的这种关怀啦 问候啦 你不能够只是在过年那天 反而是特别的突兀啊 对不对 太突兀了 对 平常就应该要有一点点交流 偶尔 这个东西不错 挺好吃的 偶尔送个小东西 分享一下 像这种左右邻居这种情谊就很不错啦 对不对 应该要这么做 是啊 那更何况是过年了 这次买这块来真的很好吃 这小块 是 跟你们分享分享 祝你们新年快乐 是 是 我们理清情义重嘛 左右邻居都还得要这样啦 像这个在中年三 我们左右邻居都有一点远 我每年也是比较近的这几户 我也是会大连初一带个礼物 每年初一都会这样啊 我会亲自到这边 坐一坐 喝喝他们的茶 他们会很盛情的请我吃个橘子 是 嗑个花生 是 我绝对不会推辞 我会很开心的 谢谢谢谢 然后给他吃一吃 然后好不好吃 我会跟他讲 对不对 当然我们会说 哦 这个花生很香 嗯 对 然后跟他话家常 对 街坊邻居都这样了 话家常 我觉得 这个礼 怎么拜访啦 怎么鞠躬啦 怎么寒暄问候啦 我觉得这个道都还其次 真的是我们是比较 应该要花点心思的 倒是怎么跟他话家常 是 我所谓话家常 而不是话专业哦 你得搞清楚 话家常哦 对啊 也不要说 哦 你是做电子业的 然后你要跟他讲很多电子业的常识 还是你说你是学法律的 要跟他讲很多的法规 哎呦这个干嘛搞得这么隆重呢 能不能画家常 这也需要练习的 对啊 像我过年去到隔壁 邻居家 我绝对不会跟他讲禅学啊 拜托好不好 连学生过年期间 我都不跟他们讲禅学啦 为什么会 会撒风景吗 不会啊 就是他有兴趣的 当然我们可以提一提 但是有时候一谈起来太专业了 或者是说太严肃了 是 哎这个就是说你要考量这个气氛啦 哦考量气氛 对不对 今天如果说要有一个演讲 哎 我们要隆重的欢迎人家 当然那个时候气氛就是要 是 庄重一点 对啊 画家常 画家常的时候就是谈谈 他的家庭谈谈小孩啦 嗯 谈谈时宜住行大家所关心的事情啦 是 对不对 谈一谈人情里面 人情的人乱啦 这个人情的自然的流露啦 这些东西上面 我觉得会比较好 好啊 可是这个还需要拿捏呢 比如说这位听众朋友讲的 因为 好啊 我们亲戚之间 我们会相互走动嘛 所以互相走动的时候 我们就会 我刚讲的意思是走动 不只是走动然后赶场 哦不是 就是这个走动就是为了要 这个让我们的人情的温度升温嘛 是 让这个彼此的这种人情啊 得交流嘛 对 所以去呢 也不适合来去冲冲 嗯 然后你带个礼品过去呢 最好是 如果我带一个可以吃的东西到邻居那里去 他们也会不好意思当着我的面前猜啊 嗯 对不对 是 其实多半的情况我会要求他们说 既然都拿来我们才来吃好不好 哦 大家就可以品尝了嘛 是 对不对 那边吃边喝茶 如果我看他们还颇有时间 有时候我会主动跟他们要求说 因为我们左右邻居都种茶 我说哎呀你们的茶很好喝 能泡一别茶来喝喝吗 他听到的不是觉得麻烦 他听到会很高兴 当然 为什么 因为我们种的茶 您竟然喜欢喝 对不对 是 啊其实他们多半的时候 我们也不会太麻烦人啊 因为这个左右邻居泡茶是他们的习惯 所以是都有的 是 就是说我们喜欢什么 我们主动要求反而让他觉得是被受尊重 嗯 而且很亲切 对对对对 所以你要会拿捏啊 当然你要求一个东西是他们做不到的 或是他现在没有的 那这可糟了 这个是找麻烦了 对这是找麻烦了 对 就是这种情况过年呢 去帮他们热闹热闹 有的人家里客人也少 或人口简单 呃比较没有过年气氛 对不对 然后我们去的话 就是增加一点他的气氛 嗯 呃甚至带着一些鞭炮 对不对 我不知道内地现在行不行 现在台湾也只有过年 那几天可以稍微放个鞭炮 是 热络一下带个小孩 发个小红包 红包不必大 不要去比 有钱没钱 哦 不要比大的 是 就是 通常 这个我如果跟晚辈见面 就是红包里面就是装个一百块 谁都是一百块 是 这样到处发 是 可是讲到红包这个事情 我们想要帮我们再如何去拿捏 呃 比如说我带我的小孩 然后到堂哥堂姐家 他们也有小孩 结果呢 他们就先给我们小孩红包 那也许我自己准备的可能 我只有放个两百块或一百块吧 可是 他们给我们的小孩一看 哇 六百或一千二 或两千 嗯 那我们怎么回啊 这个应该怎么做 我总不能说我们自己收的是两千块 然后我们给对方的小孩是两百块 这样子合理吗 讲师 对啊 如果是像这种情况 他先送了 对不对 嗯 那么我们当然可以考量一下他包多少 把他包回去 是 那包回去 这个 多一点少一点 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重点 是 就是礼尚往来 是 来而不往非礼也 对 所以就不要太挂爱这件事情 但我也不觉得 比如说 像我就没有我哥哥那么会赚钱 是 而且我是他们的老妖 是 是 本来他们如果包个红包给我是很正常的 哈哈哈哈 嗯 好 那我的哥哥很会赚钱 是 他如果包一个厚厚厚厚厚厚厚的 这个红包给我的小孩 我一看 嗯 哇 你的这个 伯伯对你可真好 包这么大 对不对 嗯 对 那我如果包给他们的小孩 小小的他们也不会介意 因为他们知道我不会赚钱 哈哈哈哈 而且我这个人平常生活 我就是给人家的一个印象就是 我不会去跟人家比钱多钱少 地位高低 我不太会这样 就是身份很高的人在我身旁 我也是这样对待他啦 是 身份很低的 很落魄的在我身旁 我还是这样对待他啦 是 我也不会说这个人 很有钱 我就会对他多一点关注 也不会 我们的学员里面卧虎长龙啊 是的 有钱的有地位的多的是 其实我一概是不看这些的 是的 是的 对所以他们也很习惯我这样 嗯 所以我即使包的少少他们也不会介意 但是呢我送上红包 我会跟他们讲说 哎呀这个叔叔比较不会赚钱啊 这小红包不要介意 但是我理清情欲重 我的诚意十足 来给他们一个红包 他们也是很开心啊 对就是心意啦 心意是最重要的 那想当然就是亲戚朋友 我们在互相的礼 礼物这个也就是 照讲是您这样讲的咯 比如说对方一直给我们的小孩 非常非常贵重的礼物 其实我不用说一定要 买一样价值的礼物再去回礼 我觉得过年的时候 包给亲戚朋友的礼物啊 都不要太大 包给小孩尤其是不要太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会把小孩惯坏了 培养出了一个势力源 是 或者是钱多了呢 就培养出一种虚荣心 是 或者是让这个拜年的气氛呢 有点扭曲啊 对啊 好像是去就是为了钱 对 我觉得这个很不好 应该是说 我们今天去就是要教育小孩 这就是礼嘛 我们要告诉小孩 今天去不是为了红包 是 当然人家给我们红包 我们要感谢 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沾沾人家的福气啊 你看最主要的是这个红包 是 这个红纸袋 不是里面的钱 是是是 那这个我们去到那呢 就是要跟人家祝福 我们要教小孩怎么应对进退 待会要说 类似什么吉祥话 你们已经慢慢长大了 你要开始学习人情世故 要怎么应对进退 我们要教小孩啊 碰到大人是如何 碰到小孩子是如何 碰到左右邻居 我们怎么问候 对不对 对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尽情的玩耍 什么时候呢 我们应该要稍微收敛 这个要教呢 要教啊 要教啊 然后离开的时候 要离别的时候 我们是要怎么样的态度 各位 在家里就要先教 先预习 然后过年就是 一个很好的成长的机会 是 因为你过年 你拜年 你可能左右邻居 你会拜很多啦 对不对 是 你去这一家 还没到第二家 我们就要先检讨啦 跟小孩讲 刚刚你在拜年的时候 哪一个环节 比如说我们今天去 就是要带着我们的热忱 给人家气氛热闹热闹 结果你去那儿 你竟然处在那儿 都不讲话 他们家小孩 你也没有陪他玩 对不对 这个其实是可以再改进 好 那我们是不是 马上要到下一家了 是 那到下一家的时候 他就会改啦 是 马上练习嘛 对不对 你今天除夕夜 后天就要去拜访 接访邻居 你今天就应该 晚上不是大家都在守睡吗 是 不是都要很晚睡吗 那不然很晚睡的时候 你干嘛 但是讲一讲这些东西啊 是 教一教小孩这些东西啊 对不对 对 这个检讨一下 过去寄望一下未来啊 是 明天的时候我们将拜访谁 他们家大概有哪些人 是 是 这个 离清情义重 各位加风很重要 你家的加风 千万不要示例 千万不要包大红包 这不是好加风啊 对 讲师我要趁盛 再追一下 讲师 那个加风 您现在讲到的这个词哦 我们在想到说对 那我们家应该是要有怎么样的一个加风 这个很重要耶 所以这个为什么中国人他就是过年的时候他要刮门帘 是 字画 是 对 这个每一个门都会写一对立志的格言 修身的格言 修身的格言 对不对 各位不要去贴那个什么 财源广进啊 不要贴这个 这是你们的加风吗 拜托 哎呀 哎 这个美好的文化已经淪落殆尽了 哦 贴这些干嘛 这个 春嘛 好好的贴 不要倒的贴啊 就是春 不要倒过来 你说倒过来春才倒 你不到过来春也倒啦 告诉你啦 什么倒过来春才倒 该倒的绝对是跑不了啦 是 把这个字都给颠倒了 不好 我觉得 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这样 古中文文化 正人君子 堂堂正正 古代的人多尊重文字 你知道吗 岂有把字贴颠倒的 绝没有这种正人君子 是 后来不知道谁提倡说 哦 这个符要倒了 所以要把它倒过来 各位倒过来就倒掉了啦 哪来的倒啊 对啊 各位你把瓮 倒过来看看 倒掉了 这既有多少金云财宝也倒光啦 对的 各位 来倒的倒跟倒掉的倒 同一个发音啦 你可不要倒掉啊 对对 不懂讲词真的 就是不懂 正正当当 正正当当 对不对 贴个符贴个满都好 是 都可以 有什么 因为我们的米缸贴个满 是在期盼我们怎么样 期盼我们要更勤劳 我们要更奮复啊 我们要脚踏实地去跟踪 是 欸 不是你贴满自己会满起来 你要搞清楚哦 呵呵呵 不是贴满自己会满哦 对不对 对啊 门上 啊 这边贴个村 那边贴个符 村就是指阳气 啦 哦 仁仁喜气洋洋 早气蓬勃嘛 你偏偏把他给倒过来 难怪现在睡到12点都起不了堂 對所以这个加风我們自己没加 我們自己要思考看看 去選這個門簾 一定要帶那種勵志性的勸能向上的 即使是有時候我們家裡我們會可以有時候會貼一些淡薄 明治啊 臨敬 致遠啊 好比這些 但是說實在話這些並不適合貼生意場合啦 但生意場合一定要貼到說財源廣進一定要貼這個嗎 有點粗俗啦 難道文雅一點的高尚一點的沒有嗎 含蓄一點的沒有嗎 求財求貴也可以 含蓄一點不行嗎 行 有 對 不要太露骨 這個盡量是讓家裡的小孩在趁著這個新年過年 貼貼門簾的時候 先朗讀一下這什麼意味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把它貼在哪 每個門就有一個對聯嘛 對 講這我覺得如果是這樣子也還不錯 我們都一家 老小有大有小 我們可以自己來找 適合我們家的門簾 就像小朋友自己來試著寫寫毛筆字也還不錯 如果有個這個小學生喔 然後呢 不太會寫字 然後你很大方叫他寫個對聯 用小孩子的小學生沒有寫過毛筆字的那種筆法 寫一個 我告訴你那個會充滿生氣 嗯 真的 跟個老傢伙斷斷裝裝寫的不一樣 不一樣 對 他反而有一種生氣 那大家看到呢也會玩耳一笑 對不對 寫家小孩寫的啊 哎呀 這個我這個小貓頭寫的 嗯 是 對不對 是 這個我在這個區池的家有一個鄰居啊 嗯 對 相當有意思啊 就是 他是個摩門教徒 你知道嗎 摩門教呢 他們是不節育的 他們崇尚自然 是 他認為老天派來要到我家做小孩 我就得把他生下來 是 他家其實是家境不好 但是他生了五個小孩 大家都很擔心他們會餓死啊 他從來不擔心 嗯 他總是一句話 這個老天派了一個人這樣生在世界上 他是自己背著他的米娘來的 嗯 果真也如此 我也沒有看過他小孩餓死過啦 是啊 哈哈哈 也活得好好的 他家的門簾 這個小孩寫這一對 那個小孩寫這一對 好像在比賽一樣 寫寫自己貼 而且他門口的這個字啊 這個天下一家親 他寫這個話 這也不算什麼過年才能寫啊 他就寫個 讓你一看 你走過他家門口 心裡有種溫暖 是 對不對 是 天下一家親 這種呢 有這種心胸 我們是不是應該多跟他親近親近 對 對不對 是 這個就是 你不一定要把這個寫這個門簾 想得多莊重啦 一定要多大的書法家啦 其實不太會寫 有不太會寫的味道啦 對 古人就是崇尚這種自然 有比較會寫的人就可以去賣一點價錢 是 那我們不太會寫 我們崇尚一種自然質樸的味道 那可不可以自己買一罐墨汁啊 買一支毛筆自己寫一寫啊 不好看沒關係啊 對 內容最重要 對 而且感覺很有生氣喔 對 有時候你要去買那種 很有風古的對聯 你有時候買不到 對 對不對 一進餐天秀 五峰弄明月 欸 萬聖地君這種詩 你去哪裡買啊 買不到啊 怎麼樣呢 我們可以 自己寫啊 對自己有一種立志 你想要用哪一首詩來立志 你買不到 你是不是可以自己寫啊 可以自己寫啊 如果你用 打印機器列出來 哎呀 就少個這麼給人氣啊 對 有個機器位 沒有人位啊 對不對 對這個我們在家裡也可以做 講是你剛剛講到一個很重要的 立志這兩個字 是啊 尤其是在過年了 我們要帶著我們的小孩 應該是怎麼樣來立志 或是我們自己 現在就是一個新年開始的時候 我們又應該怎麼為自己立 什麼樣的一個字 我倒鼓勵大家齁 就是說 你最好是沒讀多少書 你最好是沒有練過什麼毛筆 然後今年呢 你的春年呢 自己寫 自己寫 對 然後呢 就是要這個土味 對 是 就是要 讓別人玩耳一笑 你說哎呀 那多丟臉 那沒有什麼丟臉的 人家看到只會玩耳一笑 然後會稱讚你說 你這勇氣可不是一般啊 不過我覺得這一家真的是很和睦的一家 很和樂的一家 對啊 各位你看那個有時候小孩畫的那個土畫 他畫的真的不是漂亮 但是就是有那麼天真的味道 對 小孩子寫字也是差不多這個味道 我覺得那個味道是你大人學都學不來 是 我覺得 是可以讓一個人更質樸啊 更坦然的面對自己 更可以接納別人對他的調侃 是 把你從那種 維護非常完美的形象的那種自尊 那張臉把它撕下來 讓你活得更輕鬆更簡單更自在一點 嗯 就是從這種小地方可以開始做起 對啊 因為很多像 比如說國中生或高中生或是大學生的小孩喔 過年他們雖然是回家來了 可是他們常常都在幹嘛呢 可能看電視 最多的應該是躲在房間裡面打電動 就是最多的 像現在這個時刻呢 家人就可以商量一下 嗯 就是 你覺得哪裡要貼什麼比較適合 那我們就來張羅張羅 今天播出的時候已經是大連除夕了對不對 對 這個除夕的那一天本來就是在貼對連的時間 就是貼對連的時間 就是貼對連的時間 對就是貼對連的時間 然後呢 也可以大家張羅張羅 就是分配一下工作 這個除夕總是要大掃除嘛對不對 對 把家裡整理的樸實簡單乾淨 嗯 索碎的時候呢 大家來規劃一下 今年我們要拜訪的大概有哪裡哪裡 是 怎麼樣去幫人家拜連 怎麼樣去製造和洛的氣氛 是 這就是禮啊 這就是禮 對 才不會讓這個過年覺得都沒有過年味啊 嗯 那你看我們 這個很多人喔 很喜歡出國旅遊 出國旅遊到巴西啊 到哪裡 反正都是看人家的風土民情 對 比如說你到巴西去看他們家聯華會 是 這個全身拖了光光的 然後在那邊跳舞 我們就覺得說他們很有文化 這什麼文化 這哪有文化 文要文雅嘛對不對 呵呵呵 齁 要把一個人的粗俗的習性畫得更典雅嘛 嗯 才叫文化 是 比如說我們到西班牙要看鬥牛 對不對 是 這只有野蠻就拿來的文雅嘛 是 對不對 是 那我們都喜歡去蒐集全世界的文化 那你中華的文化是什麼 嗯 過年的時候最起碼喔 貼貼春蓮 打掃除 講吉祥話 你講究外國人的文化 到處去蒐集別人文化 你自己的文化 你一點都不關心 你自己的文化 正中了這個 論語裡面不是有一句話說 非其鬼而濟之 殘業啊 非其鬼而濟之 各位那個非其鬼那個非 是動詞 毀氣的意思 嗯 所以你自己有祖先 你們自己有神明 你們自己的祖先 自己的祖宗 自己的神明 你們不去尊敬 不去拜 你專門去找那些國外的神明去拜 別人的文化去學習 自己的文化不學習 殘業啊 不是這樣嗎 是 那我們口口聲聲說要復興中華文化 那麼 是不是在這個時候剛好呢 我們多注意一點心力 然後呢 帶著這個我們自己的小孩 來品嘗一下中華文化他的這個熱弱 好 那雖然現在呢 是每個人都也 平常都有很多新的衣服可以穿 但因為過年就是這個氣氛嘛對不對 是 趁這個時候買個鞋子 買個衣服給小孩 我想也是很好的事情啊 對啊 就是大家開開心心嘛 就感覺迎接過年嘛 對 小朋友 跟他買個那個新衣服啦 大年初一的時候就穿新衣 對啊 然後穿著新鞋 一頂新的帽子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這個文化就是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對對 不要因為說平常都是穿好的 都已經是穿新的啦 呃 除非是從人現在哪裡有人 心裡人在穿新衣的 各位你不要這樣想 因為這是基於宣揚我們的文化 嗯 好 而不是基於我沒有衣服穿 所以我只能過年穿新衣 是 不是這個概念 是 一元赴死萬象更新 是 我要讓我的裡裡外外 煥然一新 是 這個是暗示自己說 呃 過完這一點 我要讓我的內心更清淨 嗯 更純潔 是 這個 要把我的心靈打掃得乾乾淨淨 是 跟我穿的衣服一樣 煥然一新 其實對古人來說這個新的一年 一年之際在於春嘛 嗯 在這個過完年的時候 正是他們勵志奮發的時刻 規劃一年的時刻啊 是 所以什麼事呢 都煥然一新 都煥然一新喔 對 所以呢 在這個今天的節目的尾聲 也剛好就是我們的除夕啊 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 當然我們要祝福所有我們的聽眾朋友 在這個新年 新的年度喔 是基年喔 我們 一元赴死萬象更新 大家新年快樂喔 那麼 我們就下一次 同一時間 空中見囉 大家新年快樂 掰掰 各位新年快樂